此国一直跟中国交好,亡国后多次向中国求救,无奈中国却有心无力,安息帝国是一个由不同文化组成的国家。 它在很大程度,上西纳了包括波斯文化、希腊文化及其他地区文化的艺术、建筑、宗教信仰及皇室标记之后, 随着安息帝国的扩张帝国首都帝所在地,也沿着底格里斯和尤尼萨迁往太西风,其他多个城市也曾成为首都公元前。 二世纪中国人打通了丝绸之路自此,开始与西部诸国开展密切的贸易往来,后来汉武帝派张迁一行出使西域,而使团的副使则拜访了安息地区。 这是汉朝与安息的首次会晤其后,汉武帝又专门派遣特使,前往安息安息受宠若惊,派出大将军带着两万骑兵,奔波千里抵达边境,迎接汉朝大使当使者回国时。 安息的使者,一路追随而来带着国家特产鸵鸟蛋以及一伙幻术狮,作为赫里回敬汉朝。 汉章帝登基后安息王特派使者,再次前往汉朝道贺,并千里迢迢地运来奇珍异寿,狮子与独角兽公元九七年班,超出使西域时仍不忘派人专门拜访。 安息以上都是中原与波斯前身安息的重大外交事件。 在公元224年时,萨山王覆灭了安息王朝,建立了新正式为波斯波斯人,保留了安息人对汉朝的态度,始终与中原保持良好外交关系。 长达五年根据史记记载波斯网友,曾多次派遣使者造访良,为还带来大量特产宝贝中原统治者。 门对这些波斯,来时也是礼数周全,每次都安排,隆重地接待仪式。 到了唐朝中原与波斯的交往更加密切。 不但双方保持着良好的贸易关系,还经常进行工业技术的交流活动。 波斯商人在长安、广州等经济区十分受欢迎,唐朝老百姓对这些异域商品十分买账。 根据现代考古发现,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曾出土过这一时期的波斯前币,这也代表着波斯商人的贸易规模。 已经遍布唐朝后来,阿拉伯半岛上的大使国逐渐崛起,并在634年开始蚕食波斯经过近20年的战争后,最后一任波斯王死在战场上,波斯成了阿拉伯人的囊中之物。 波斯王族贝鲁斯希望组织力量推翻阿拉伯政权,并光复波斯所以,来到唐朝请求支援唐高宗时期,皇帝派遣特使前往西域, 给予这位落魄王子支持,并在当地成立都督府,震慑阿拉伯人。 但最终爱移贝鲁斯的实力太过薄弱,根本不是大使国的对手此次援助。 也就不了了之,了公元672年贝鲁斯带着儿子流落到唐朝,暂住在长安城中朝廷妥善安置。 了这队父子,五年后贝鲁斯在长安离世,妻子打算返回故土朝廷派遣利布侍郎负责护送小王子,回家此时正赶上突厥作乱。 一行人穿越突厥人的重重封锁成功抵达唐朝西北边境。 此时因为大使国的军队已经打进土火罗国,土火罗是原始印欧人的一支发源于乌拉尔山和南西伯利亚南下进入塔里木盆地最东到达河西走廊,所以小王子无法继续前行。 重回故土的梦想就此破灭。 公元708年,小王子重新回到长安城中,朝廷并未忘记这位波斯朋友周全的招待了他。 不久之后,思念成疾的波斯小王子也死,在了长安城贝鲁斯父子辗转两帝将近50年,对于家园被侵略而陷入绝境的这对波斯父子唐朝,始终未曾失去礼数,并给予应有的关怀和支援贝鲁斯去世后其子尼念师承袭。 波斯王,称号并被封为左威尉将军最终病死,在长安安史之乱,发生后唐帝国退出中亚,除了贵族阶层之间的交往外,唐朝百姓与波斯百姓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唐朝晚西诗人李寻,就是当年在长安京商的波斯商人的后人,在皇朝起义长安动乱之际,他的父亲带着全家迁往四川地区躲避战乱。 李寻从小就十分喜欢读书对诗词歌赋,也极为擅长为后世留下五十四首诗词。 其中有一首《南乡子的异境》极为优美,云淡雨浪,迎风吊翁,回照碧湾中春酒香熟炉与美水同醉,揽血偏周彭底睡。 对,这首词,既展现了李寻精湛的汉词搭配水平,又体现了极为高雅的格调。 《与异境》说明李寻已经具备相当丰厚的汉文化素养李寻的家族乙,贩卖香药发迹所以李寻又掌握着丰富的药理知识,还曾写过一本《海药百草》,其中记载了大量罕见的波斯药材。 甚至连后是李时珍在编撰剧著《本草纲目》,时都引用了其中几位李寻家族台人辈出,李寻的妹妹李顺贤,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女诗人。 除了文采出众外对山水化,还格外擅长加上其本身姿色出众,在五代十国时期被宣诏入前属,成了一名昭仪李寻的弟弟。 李璇则经研药学,除了掌握各种药理知识,还善于炼丹制药这位李四郎生平喜好游历玩耍,对野生草药有着近乎偏执的兴趣。 最终将所有财产都投入到制药事业中,这三位享誉盛名的李氏兄妹,恰恰说明了中原文化与波斯文化的交融。 在金庸先生的小说《以天图融记》中,后七名教使者前来迎接小招的故事,更是将中原与波斯的文化交流生动地表现出来。 参考资料史记,旧堂书,刘盈胜四路文化草原卷。